巴西农学家布拉兹透过基因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巨型公鸡 身高可以达到120公分 跟一个两岁男童差不多高 布拉兹把养鸡的兴趣发展成规模可观的商业模式 在巴西中部经营的养鸡场目前大约有300多只鸡 但是一只成年公鸡要价不菲 平均售价大约4000美金 相当于是台币12万元 而这种公鸡号称是全球最大 目前也正在等待品种认证 小鸡破蛋而出模样小巧可爱 很难想象几年后 它们的身高能逼近一个两岁儿童 鲜艳的红色机关 强壮的鸡脚 巴西农业学家布拉兹 培育出一种巨型公鸡 体型比一般的鸡大上一倍 身高跟两岁男童差不多 可达120公分 我们工作在这种生育体的生育 然后回到他们的生育系统 因为他们实在用 养鸡是布拉兹的兴趣 它在巴西中部小本经营养鸡场 目前大概有300多只鸡 当地把这种鸡称为巨型印度公鸡 透过基因改良 强化原生种的巴西鸡 让它们尺寸翻倍 振兴国内市场也带来可观商鸡 巴西目前有超过2000位小农 都在养这种巨型公鸡 大刀透过自然繁殖和人工受精培育 这种公鸡号称是全球最大 目前在等待品种认证 不过一只成年的巨型公鸡可是要价不菲 平均售价达4000美元 约台币12万元 几颗受过精的蛋也要价超过台币2000元 张永藤编译